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人的周幽王和一位爵士美人来划定 他的爱为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也成为了历史的转折点 百家讲坛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歉》 今天播出春秋战国篇第一集 如此天资 在中国历史上周幽王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人 他干了一件什么事 这件事严格说起来 并不是干得太糟糕 他在位的时候立了皇后 这个皇后是来自于僧国的 所以叫僧后 而且是皇后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叫僧旧 而且立了太子 但是我们要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他也爱美 爱美自信人家有知 所以一天他到后宫去 突然发现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子 一看就敬畏天人 说世上哪里有这么美好的女孩子吧 一定是天上来的 这个女孩子叫宝氏 是现在的陕西省汉中一带 一个诸侯国叫宝国 他进贡来的一个小女孩 从此以后周幽王就喜欢这个宝氏了 喜欢得不得了 一看宝氏之后 把这个身后就看出糟糠了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这个女孩子怎么看怎么顺眼 就为天人 后来这个小姑娘生了一个小孩 叫做伯芙 爱乌鸡乌 既然喜欢她的母亲 又把爱放到这个小孩身上 结果 有一天 她就下决心了 既然是喜欢宝氏 就要给她名分 既然喜欢伯芙 也要给她名分 因此 她做出了一个断然的举动 把身后废掉 把这个已经立了的太子废掉 重新立扣 宝氏 重新立带子 薄服 你看看 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我刚才又说了 在所有的干坏事的君主里头 他这件事严格算起来 不算什么 但问题是 这个宝氏 可能性格比较内向 不太善于笑 怎么恐她 她也不愿意笑 结果有人出主意了 出什么主意 说我们的栗山那一带 浩金的东边是栗山 说栗山这一带 我们设立了很多风火台 如果由 游牧民族 狩猎民族 乃至农园民族 心怀不轨 要打浩金的话 那么我们把栗山的风火台 点起火来 白天熏烟 晚上点火 那附近的诸侯就会来救 如果我们把火点起来 诸侯们到这个浩金城下了 那是不是 这个王后 这个宝氏会笑一下呢 这本来是一个守主义 怎么能够这样干呢 结果周游王一听 他非常高兴 可以啊 试试 结果把风火台的火一放 远近的诸侯 一看浩金出现了危机 这就是军事警报 立即带部队来浩金进行征援 但是一路上并没有看到什么战争的迹象 大家纳门之下 来到了浩金城下 这个时候周游王和宝氏 正站在城头上 这个宝氏看到一队一队的车马 一队的人马 轮回马轿 怎么回事 他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微微地笑了一下 周游王特别的高兴 终于看到了 这个美人的一笑 中国历史上 有的时候老把王国的事情 王城的事情 赖在人家漂亮女孩子身上 还有一句成语 叫做千金一笑 那就是指这个事 那么还有说法 说漂亮女孩子一笑 一笑清人城 二笑清人国 什么叫做清 他笑一下 把你这个城都要笑倒 笑一下把你这个国要颠覆 这样说的 这样一来 这就干了一个大的快事 大家非常愤怒 然后周天子周游王宣告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 就很想念你们呢 让你们过来一下 你看看 这不胡闹吗 这样一来 实信于诸贺 这就像我们后来 一个教小孩的 一个故事一样 说狼来了 有狼来的故事 也许就是这个故事的言成 那么也就在这段时间 也就在周游王 发现了超级美女宝石 同时把他立为王后的 这一段时间 自然界发生了变故 发生什么变故 山川地区 发生了强烈地震 那山川 渭水 金水 落水 注意这个落水 冷南是 我们所说的 流入渭水的那个落水 也就是渭水北边的那个落水 而不是现在起源于陕西南边 经过洛阳流入黄河的那个落水 它冷南是在陕西境内 那么这山川 是盐黄这两个部族的发源地 同时也是周民族的发源地 不但是发生地震 而且在地震过程中 这三条河的某些断落 某些河断 断流了 断流叫什么 断流叫川洁 就没有水流出来了 叫川洁 另外 由于强烈的地震 有一座山出现了问题 这座山叫祁山 祁山发生了山体崩裂 这个事情在当时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连在一起叫 叫川洁山崩 川洁流了 山崩裂了 而且这个山不是一般的山 是西州的圣山 祁山 当年的古宫胆富 当年的周文王就在这里 引导周民族走向新王 所以当时叫奉明祁山 但是这是周民族的象征 如果用后来的风水说 那就是他的龙脉所在 这个山一崩 那不得了了 所以当时就有人发布预言 说周将亡议 周是不是将要灭亡了 如果他不灭亡 怎么可能山崩 怎么可能川洁 而且发表这个预言的人 不是一般的人 是专门看天象 专门预测未来的人 这个人叫做柏阳富 叫柏阳富 由他来发布的预言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预言 他发布这个预言以后 在山崩川节以后 周天子周游王 废除了身后 立了宝氏 废除了太子 立了伯父 那么他又继续发布预言 说周王义三个字 先是四个字 周江王义 然后发布三个字 周王义 他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前面是山崩川节 他发布预言 那倒还有道理 那么宝氏一出来 他又发布一个 周王义 他说什么呢 说这个宝氏 是宫中流出去的 一个妖念 当年夏 桑都出了妖念 因此都灭亡了 现在周也出了妖念 就得亡 那么他同时类比 说当年的 衣水和落水节 夏亡了 黄河出现问题 桑他亡了 那么三川出了问题 周要亡了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舆论 这种社会舆论 它有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哪有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第一 它代表着民意 代表民意 它代表着一种社会舆论 社会舆论代表着民意 当政治亲民 当政治连结 当老百姓都比较高兴的时候 社会舆论往往是正能量 但是 当社会出现一些问题 当政治出现了某些腐败 舆论往往是负能量 这个负能量 那是要命的事情 这是其一 它代表着民意 第二 这个舆论又影响着民心 它会影响民心 当它是正能量的时候 人们随着它走 当它是负能量的时候 也随着它走 而且问题出的越多 老百姓还越相信舆论 所以这样一来 问题就出来了 一方面是有权文人士发表预言 另外一方面 大家也都搞得人心防防 有些人甚至兴高采烈 甚至把周王毅 当作一个共识 这就非常糟糕 当它把舆论变成共识的时候 这个政权 在民众的心目中 它的分量已经不重要了 实际上事实说明 一方面民众在围 这些舆论所欢呼缺越的时候 而舆论引导着这个国家崩溃的时候 最后是欲食俱反 老百姓跟着也受苦 但是在没有发生这个事之前 大家往往是兴高采烈 再看笑话 那么这样一来 问题就严重了 到了周幽王帝 在位的第11年 也就是公元前771年 出现大问题 生后的父亲 生侯 引导着另外一个诸侯 同情他的诸侯 和全农 共同向浩金发动进攻 周幽王一看 果然出现了问题了 出现问题怎么办 出现问题赶快要人 把风火台的风火点起来 但是风火点了以后 等了一天 两天 三天 五天 没有诸侯来救援 怎么回事 大家曾经上过一次当 以为这一次放风火 又是哄女人开心的把戏 所以大家不来了 等到消息传出 说浩金被攻破 大家就匆匆忙忙来起兵 但是这个时候浩金已经被全农 被生侯攻破了 而且这种结局和事态的发展 又是生侯所控制不了的 他只能控制自己的军队 而控制不了其他的军队 所以全农的部队到浩金 见人杀人 见防烧防 见财务掠夺财务 周幽王实在乱军之中 那么保释到哪去了 不知所踪 不知道到哪去了 他的儿子也不知道到哪去了 非常可能是死在乱军之中 这样一来 一个王朝被颠覆了 一个国王被杀了 西州也就此结束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周幽王战死 西州结束 历史从此进入东州时期 东州为什么又被称为春秋和战国 新的王朝有着怎样的气象呢 敬请收看 国事通鉴之 如此天子 周幽王微博美人一笑 而不惜烽火系诸侯 导致师到寡注 也由与他废后而演来的这场兵变 最终丢了江山 赔了性命 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 周幽王的战死 意味着西州王朝的结束 那么这个结局该怎样收场 西州又是如何变成东州的呢 这里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 讨论一个什么问题 由于时代相隔这么久远 也离我们现在两千八百年前后 那个时候的人们的看法 和我们现在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的立场上 这个僧侯是应该对西州的灭亡 承担责任的 你怎么能够因为你女儿被废 就勾引其他的民族 一起把一个王朝给颠覆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们不是这样想的 人们反而同情他 立场是站在他那一边的 觉得你周幽王废身后就是不对的 而且废了以后 还准备派兵来打僧国 也就更不对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僧侯奋起反抗 那是道义的 所以这么一个僧侯 虽然杀死了一个国王 虽然颠覆了一个王朝 虽然摧毁了一个城市 但是大家还同情他 并且在他的建议之下 把周幽王的儿子 共同附送到 浩军东边的那个洛义 从此 周就发生了东迁 这个太子在东边 重新建立政权 那就是后来的周平王 那么这个事件 在历史上叫做平王东迁 那么我们也把周平王东迁以后 由于有人写了一部书 这部书名字叫做春秋 由于在这个时期 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代 所以我们把这个时代 既把它叫做东周 也把它叫做春秋 所以中国历史就开始进入到 东周列国 或者说进入到春秋时代了 那么下面一个阶段 还有战国时代 那个战争就更加惨烈 所以我有的时候说 春秋时期的战争 和战国时期的战争 它有点不一样 春秋时期的战争 它有点带有讨伐性 为正义而战 而战国时期的战争 它是灭绝性 动不动杀人数万数十万 那属于兼兵性的战争 所以它的战争更加惨烈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 古人 它的价值观 和我们 现在大概不一样 它更强调的是 谁正义 谁不正义 谁是对的 谁是非的 它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大局观 没有我们这个大局观 如果我们现在的立场 它一定是错的 同时 那个时候另外一种官员 和我们现在 和后来也不一样 哪一种官员 华谊官 和后来也不一样 就说这个全农 我们现在看是少数民族 但是它并不是活动在西部边境 北部边境的少数民族 那个时候中国的大地 中国的黄河流域 农业民族 游牧民族 狩猎民族 它是并存的 并不是所有的土地 都开发出来种田 有些地方 它是很大的牧场 它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地方 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 它是全崖交错的 它是活动在一起的 我们大家想一想看 如果这个全农 是来自于很西北的地方 来自于西方的地方 北边的地方 那栗山发封火 那不是来不及吗 那个封火台应该在西边 而不是在东边吗 所以这些少数民族 和华夏民族 它是全崖交错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 后来像秦汉大一统以后的 那种华谊官 那么虽然他们摧毁了一个城市 虽然他们杀了一个国王 但是当时的人们看起来 战争就是这样的残酷 有哪一场战争不死人呢 当年的商汤 伐杰 武王伐赵 不也是死人吗 以后我们将讲到战国的时候 乐灾真是杀人鲁马 血流成口 那个战争才更厉害 所以我们谈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说 刚才这些说明 那个周平王东迁以后怎么办 从此以后 周的都城 他就不再再耗尽了 而是在末裔 这变成东周的一个国度 但是从态势上看 这个东周 和原来的西周 是不可同日而已 我们看看当年周武王 发咒 辅奔三千 代价四万 而在孟经 和经这一带地方来会合的 来表示拥护的诸侯 多达几百个 浩浩荡荡的队伍 杀奔操个 那么现在 周平王东迁 奇奇惨惨 在一些诸侯的保护下 非常落难 来到了东周 我们再看看 当年的周武王 在攻灭了 桑州王以后 回到浩津 以浩津作为统治中心 同时 部署建立 成州 以成州控制诸侯 以浩津作为根本 何等的强盛 那么现在这个东周 凡顾四周 都是诸侯 落意弹丸之地 要人缺人 要粮缺粮 实际上是处于一种 非常悲惨的待遇 日子真不好过 这样一来 周天子的权威 就更加进一步的衰落 所以后来 司马迁在史记里头 写到平王东迁以后 用了一句话 来表述周天子的 尴尬的处境 那么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周氏衰微 诸侯墙并落 其处秦境是大 郑游方伯 那个郑游谁出 本来应该是郑游周天子出 郑游中央出 现在不是这样了 郑游那些大国来出 大国说了算 但是 最早给周天子 给周平王 气瘦的 最早使周天子 周平王 感觉到 激伦泥下的 倒不是齐国 晋国 楚国和秦国 而是在他东边的一个 并不怎么太强大的国家 这个周后国叫做郑国 郑 所以有很多历史学家 甚至认为 如果要说大 恐怕还不是从齐凡公开始 还应该从这个郑国开始 郑国在春秋争霸中并不起眼 但春秋这部史书的记载 却是从郑国开始的 那么郑国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 敬请收看 国史通鉴之 如此天子 中国古代朝代的称谓 其实是后人使用的 一种历史分歧方法 西州东州 以王朝都城的方位来区分 西州的都城浩京 及今天的陕西西安 东州的都城洛邑 及今天的河南洛阳 一西一东 产生西州东州 而东州的使用 又往往仅相对于西州 我们更习惯于 把东州分为春秋与战国两端 春秋的名称 源于鲁国的史书春秋 经过孔子的增山 而成为儒家经典的五经之一 春秋虽然是鲁国的史书 但是它的开篇 却记载了郑国的故事 那么这个郑国有什么特别之处 它开启了怎样的春秋时代呢 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郑国 实际上它出现很晚 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是周幽王的父亲 周宣王的时候出现的 周宣王有一个弟弟 名字叫做基尤 他把这个弟弟就分封在浩津附近的一个地方 浩津附近的哪个地方 现在陕西陕店 华县 我记得我上一次谈分封的时候 曾经跟大家说过 西州的分封字有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周天子能够直接控制的地区 中州地区 陈州地区 它是不分封诸侯的 所以诸侯都在外围 但是 随作周天子的权威越来越衰微 随作需要分封的儿子们越来越多 弟弟们越来越多 所以在荆基附近 在浩津附近 在洛义附近 也就分封了一些诸侯了 那么周先王就把自己这个弟弟 分封在距离浩津 近在咫尺的地方 华县 这个诸侯国叫镇 所以我们现在一说到镇 马上老字就想到荷兰 想到镇州一带 但是镇最早是封在华县 那么这个基友 后来由于镇国的地位提高了 由伯爵提升到宫 自称公 所以这位基友 人们就把他叫做镇公 后来他死了以后 给他一个号 叫做镇凡公 这个镇凡公是具有政治头脑的一个人物 他虽然被封在华县 但是看到宣王在位的时候 特别是幽王在位的时候 这个国家已经开始在动荡了 因此他要为自己 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来着想 万一这个西州出现问题 万一这个镇子出现崩盘 该怎么办 所以他就请教了另外一位高人 这个高人又是一个太史 太史博 但是不是刚才这个博洋富 而是另外一个 他就问他 他现在国家这么动断 我封在这个镇 你看看有什么办法来保住自己的后代 这个太史博 实际上也看到镇局的动荡 就告诉他 说我跟你出个主意 出个什么主意 在洛邑的东边 有两个小国 这两个小国 一个叫做过 一个叫做快 这两个国的国君 都是建立妄议制度 老百姓对他们非常不满意 那么您现在的身份比较好 在周宣王周优王的时候 这个镇凡公 也就是基隆 被请到朝廷里面 做师徒 来管理天下的户口 是天子身边的进城 他说你现在威望极高 地位也很重要 你可以放一个话出去 说想在罗裔的东边 找个地方来居住 这两个国家的国君 一听到这个消息 一定拍你的马屁 拍你的马屁 一定会把一些城 献给你 你可以搬到那边去 那么这两个国家的人民 对这个诸侯又十分的不满 那么你去了以后 这两个小国 还不就是你的了吗 那镇凡公一听 很高兴了 向周优王打报告 说这个地方太逼近 好近 离好近太近 我想搬搬家 搬到洛裔东边去 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好的主张了 周优王如果明智的话 会想到 这个人是不是在自外于自己 是不是对朝廷不放心 但是也许周优王正盯着那块地方 经济的地方 你走了以后 那块地方不是我的吗 于是答应了这个 基友 也就是镇宽公 这样一来 镇国就有了另外一块地盘 就迁到了现在的郑州附近 也就是洛阳的东边 迁到了那块地区 迁到那块地区以后 但是这个基友 也就是镇凡公 他冷难在周优王身边 做他的师徒 做他的亲 因此在僧侯 在全农攻打耗尽的过程中 他拼命地保护周优王 最后战士 所以他是有功于周王室的 那么他的儿子 就和其他的诸侯一起 保着周平王 迁都到了洛阳 这样一来 这个周天子和镇国 又处在一起了 本来就离得很近 周优王在昊京 这个镇凡公在华县 离得很近 一个在西 一个在东 现在周平王迁到了洛阳 离镇国又离得很近了 又靠在一起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 形势发生了逆转 这个时候的周平王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有点寄灵篱下 凡是周边 都是诸侯国 他自己就这么一块地盘 而镇国 由于 镇凡公的这种威望 由于他儿子 和其他的诸侯一起 把周平王 迁到了洛阳 所以他在诸侯里头 有崇高的威望 等到 镇凡公的孙子继位的时候 镇国 盈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 小霸主了 这个镇章公 在历史上很著名 我们中学教材里头 好像具有一篇文章 左传的第一篇 叫做镇伯可断语焉 说的就是这个镇状公 说镇状公出生的时候 他母亲是难产 所以对这个儿子很讨厌 因此 想把这个位置 劝说镇状公的父亲 把这个位置 还给自己的小儿子 同时 设置重重状态 来诬陷 或者排斥这个大儿子 所以镇章公 一直记他母亲的仇 一直记他弟弟的仇 一直到他继位以后 他母亲还提出 非分的要求 要他给他的那个弟弟 叫断 给一个大的地方 让他居住 最后镇章公答应了 但是非常有臣服 他的臣服 丝毫不下于他的祖父 郑桓公 郑桓公是有臣服的 他为自己的子孙后代 争取到了郑这个地方 这个新的地盘 但是郑桓公 他未能处事 非常了得 大家对他都非常好 他很肯帮助人 所以在诸侯里的威望很高 但是这个郑桓公呢 学到了他 遗传到了他祖父的 一个方面的质品性 就是非常有臣服 也肯有才干 但是心胸不免狭窄 这就不一样了 后来他奢侈陷阱 一步一步 把他弟弟 逼得身败名亮 而且向他母亲发誓 我再也不见你了 如果我们要见你 除非在黄泉之下 就是死了以后 所以中国历史上 又有一个典故 就是黄泉相见 后来有人跟他出主意 他逼走了弟弟以后 那么弟弟身败名亮以后 母子之间还是要和谐 所以有人跟他出主意 不是黄泉相见吗 你挖一条地道 到下面去 你母亲也到那里去 你也到那里去 这不相见了吗 于是他挖一个地道 母子两个相见 又其弱隆隆 祁桓公被尊为春秋五霸之首 但他却自称酒色之徒 是个从来不管事的甩手掌柜 那么他不管谁来管 祁国是怎样率先称霸的呢 敬请收看 国事通鉴之甩手掌柜 郑庄公和弟弟共诸段 争权夺位的事件 作为春秋诸侯崛起的开端 在历史上非常有名 不仅被左撰列为首篇 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古文观止 也把郑伯刻段余焉 放在开卷千古传送 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 多行不义必自毙 即使文中郑庄公对弟弟的警告 郑庄公指责弟弟多行不义 是指他一下反上 在处理完家事之后 郑庄公自己也开始对周天子 多行不义了 那么他在对待家事他是这样 对待国事他也同样是这样 那么周平王在位的时候 郑庄公已经继位了 但是郑庄公觉得我们这个郑国 对周贡献太大了 我所需要的荣誉 我所需要的位置 你还没有满足我 所以对周平王就有一答没一答 表示了某种意义上的轻慢 这个周平王也是有性格的 你是诸侯 我是天子 你侵犯我 我怕谁啊 我也侵犯你 所以郑庄公虽然是东周的亲 但是在东周的朝廷 他是受到冷落的 一受到冷落一路之下 他再也不见周平王 不但不见 周平王死了以后 他不奔商 不去出席追导会 周平王的儿子 周樊王继位以后 他不参加继位大典 所以你看看一个诸侯 他能够这样侵犯周天子 你也是周天子 不但如此 还干另外一件事 到了夏天 派军队 到人家周天子 已经小得可怜的地盘上 抢收麦子 到秋天的时候 派军队到人家 少得可怜的地方 去抢收蜀民 把周天子气得要命 然后抢了人家蜀民 爱子不算 他还来到周天子的王室 他上朝了 你看看 有这样欺人的吗 有这样欺人太甚的吗 抢了周天子的粮食 然后再去见周天子 看你怎么的 敢把我怎么样 这个周天子 周樊王也是有个性的 当然不敢杀他 不敢触罚他 但是敢怠慢他 冷落他 不把他当一回事 既然不把我当一回事 郑庄公回到郑国 也继续不把周天子 当一回事 这样一来 你看 天子和诸侯之间较劲了 你不怠慢我 我也怠慢你 终于周天子忍不住了 周樊王 毕竟还年轻 没有郑庄公那么老某生算 他赖不住怎么办 赖不住就讨伐 所以他联络了四个小小的诸侯国 联络了成国 蔡国 蔡国 过国 魏国 都是正国附近的那几个小诸侯国 力量不大 然后带着五国联军 周天子是天子 然后四国 然后攻打正国 周天子来讨伐 郑庄公怎么办 他绝不坐以待毙 他调集军队迎战 你看看 历史上 在西周的历史上 还没有出现 激性的诸侯国 和周天子正面对抗 我们刚才说了 昭王的时候 曾经讨伐诸侯 淹死在汗水 但是那不是激性 在周穆王的时候 也曾经起兵 去讨伐西边的诸侯 也不是激性国 即使是激性国 也没有哪个跟他对抗的 但是 郑庄公作为一个激性的诸侯国 公开和宗祖国 也就是周天子 兵农相见 结果周樊王带着了一伙 乌合之重 又打不赢 一战子下 郑国的军队一个冲锋 四个小国率先逃跑 谁也得罪不起郑庄公 周樊王一看 大肆已去逃跑 要转车头逃跑 郑庄公就不得追 这里头 将领里头出了一个蟒汉 这个蟒汉叫祝丹 祝丹呢 一看周樊王逃跑 他就赶坐他的车 就去追 而且这人是个神剑手 春秋时期与一些神剑手 也我们谈到 楚国也有神剑手 这个郑国有一个神剑手 他眼看追不上了 把剑拔出来 搭上弓 一剑射去 郑中 周樊王的臂膀 周樊王差点从车上掉下来 这个周樊王一看 非常高兴 赶坐车就要追 这个时候郑庄公制止他了 别追了吧 你追他干什么 我们打败了周天子的军队 而且你射伤了周天子 这已经是以下犯上了 你要去追他 把他抓过来 抓过来交给谁 交给我 我怎么办 那天下诸侯怎么看我的 这就是政治家和一个将领的区别 将领打了胜仗 就要把战利品夺回来 但是政治家知道 你夺回来以后怎么办 没办法处理 所以放了周樊王一马 但是从此以后 周天子的威信继续下降 政治是带有根本性的下降 那么中国有一句话 叫做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所有的诸侯都在传 你看看 这个郑庄公 竟然可一可 天子抗衡 还竟然把天子都射伤了 你看看这周天子以后再怎么混 见到诸侯还有什么脸面 但是他还必须混下去 那么周天子在以后的处境 到底怎么样 他如何面对诸侯 郑国 他在这一次战争以后 他如何地继续发展 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 我听死了 我刚才后还看到一句话 对 江津 iau 对